DJI Spark入门教学起飞操作 欢迎观看DJI入门教学视频 本视频为您介绍三种起飞操作方法 分别是通过连接DJI GO4自动起飞 和通过连接遥控器手动起飞及掌上起飞 1. 通过连接DJI GO4自动起飞 打开DJI GO4 App 点击开始飞行进入相机界面 根据界面提示进行飞行前检查 点击自动起飞图标 确认安全起飞条件 向右滑动按钮确定起飞 飞行器将自动起飞 再离地面1.2米处旋停 注意 绿灯双闪表示仅依赖视觉系统飞行 飞行器能在30米以下高度稳定飞行 建议等待至绿灯慢闪后再执行自动起飞 2. 通过连接遥控器手动起飞 执行掰杆动作可启动电机 电机起转后请马上松开摇杆 3. 掌上起飞 使用手势控制功能 需要在DJI GO4 App 感知设置 打开启用高级手势控制功能 在室内或GPS信号弱的场地 默认关闭远离功能 以提升安全性 可在DJI GO4内开启 开启飞行器 用户握持飞行器并面朝机头 等待飞行状态指示灯绿灯慢闪 确保握持飞行器时 手指低于机壁高度 此时飞行器前壁灯红灯常亮 双击智能飞行电池开关 此时机头指示灯黄灯慢闪 飞行器进行人脸识别 检测成功后会发出滴滴提示音 机头指示灯变为绿灯常亮时 电机启动 若检测失败 机头指示灯会双闪红灯 宁可重复上一步骤 电机启动后 机头指示灯变回红灯常亮 此时用户可以松手释放飞行器 飞行器将自动悬停于起飞高度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